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我们大家期待已久的小水阳夫妇 已经上场了 他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 带给大家精彩的表演 接下来掌声有请二位 有请 我是小水阳 我是沈春阳 对于我自己来讲 小水阳形式就是说上台 或者是PK的形式或者比赛的形式 我还是处于地形式 每天你对他看见是一个没什么劲 那你就是一根吧送给我了 那没事 邻居之间什么事 有机会锻炼一下自己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们俩参加就是 能给 一是对自己有个锻炼 二呢就是 从内心往外的想给大家沿的手品什么 沿的节目什么的 也是希望 能给大家带来笑声的同时 能有一点点在生活上的那种启发 毕竟是第一次以比赛的形式 然后演小品所以还是紧张 都是我是重在参与的 对自己也要有心 我们俩也要在 给我没有人意 还有 哎呀我天 是 喂 是你说呀 谁知道吗 这电梯一天坏 坏 坏八百雷回 那我就走楼梯 我走楼梯我不怕呀 我跟你说后面有个人跟着我 真的 哎呀 他还拿把刀老吓人了 你说我咋着呢 啊你说话呀我咋着啊 喂 喂 你这关键每天咋着 卖卖 喂 喂啊 这是咋的 他太深还要跟我打一张啊 哎呀拉到吧 昨晚上不都让我干背衣服的了吗 今天又起刺了 啊那那那那行 那那你明天再穿个举吧 我跟你说我明天啊 要不把他打得满地找耳朵 我都不是中国辽宁女汉的 哎呀哎呀妈 完了破溜穿了 哎呦我的脸呢 哎呀啥人呢 啊 妹子你出啥呀 你你泼溜酸 我这是嘴 谁加个嘴泼溜酸呢 啊 那你那你跟着我干啥呀 谁跟着你呢 你啊 我加个这儿 你 哎呀 你就来个痛快就得了哥 啊 对 我加在这儿 你你加个这儿 对啊 你不可能 我我都个这儿住五十来年了 我怎么没看着过你呢 我是五十年后来的 你进去那那你有钥匙吗你 这个钥匙别害怕 啊 那那那你把门开嘍哈 嗯 嗯 那你开开门进去 嗯 哎呦我去吓死我了 哎呀 好啊坏人了 嗯 这家挺我意思 嗯 哎呀 好香 哎呀有点饿了你你说你 我早点吃对吧 有点饿了 吃点啥呢 不行 放外面吧 过两天 给我揭揉对象 我能减肥不能吃 哎呀 哎呀 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呀 我就少垫巴一点点 有点 喂 嘴儿 咋停电了呢 咋停电了呢 我欠费了 我刚交的呀 有了 上旁边那屋就不用去 他家如果没停电的话 我证明我就没欠电费 我上走廊看看有没有电 啥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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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呀 没的我刚才咱俩见过 你谁呀 旁边那屋的 你是用嘴泼溜酸那眼啊 对是我 你又上我家泼哪里了 我嘴露了泼不了了 放心我就问问你家有没有电 哎妹子 完了 只心是他把我家电闸拉了 这啥玩意儿这小眼睛这也太坏了 那啥 那个啥你回去吧人家有电 你家有电 人家有电 你家怎么能有电的真的假的 真的这这这都看电视呢咋没电呢 看电视呢 那你看啥呢 看啥呢 我看 我看那是法制进行史 哦 说有一个小眼睛的小流氓 半夜把一个单身女人家的电闸给拉了 然后伪装成电工进入了这个女人的家里 图谋不轨 最后被这个女人一个大啤叉就给撂那儿了 最后使出了大飞脚小飞脚佛然无用脚 总之赵文卓的所有飞脚都用在他身上 给他扭 然后拍到在这 扭送的派出所法院依法判处 这小流氓死刑 立即执行 押不刑场 枪毙一小时零二十五分钟 没用机关枪吐出哦 那是夏季 你别骗我了 没有电你干啥看的电视 谁 你点蜡看的 你还挺幽默的那妹子哈 谁幽默 幽啥默 这幽默 不是 你哪知道我家没有电的呢 你家电闸就我拉的 哎呦我的妈呀你 你干啥呀你啊 我跟你说我啥都没有 你拉我家电闸干啥呀 那那么准呢你啊 你看让我炸出来了吧 证明我没没没欠电费 谢谢你啊 这啥玩意这么无聊呢 把我当坏人了这是 这啥这 这也没嘴 这时候得加小一点 这也太狠了 对 记得我上个月过生生根辣 我当坏人了 帮助他 这啥玩意 这是豆腐吗 这是豆腐啊 是豆腐啊 祝我生日快乐 快快快 啥呀 啥玩意啊 大妹子咋的啦 啥玩意想啊 哎呀没事啊 可能是流浪猫流浪狗啥的 把垃圾箱碰倒了 没事大哥在这呢别怕啊 我能不怕吗 我跟你说 我一脚书我就怕黑 天一黑我从来都不出门 我小时候学习成绩不好 就因为不敢看黑板 然后 然后您前面 您前两天一个同事 跟我接上对价 我都没敢看 那你咋不看呢 他说他是宋洋宝 很老黑啊 没事没事 大哥这有蜡 你这么的 你把我这蜡拿入去去晾它了 你就不害怕了 哦 你有蜡 啊 你要送给我啊 对啊 你敢拉倒吧 我跟你说 就你们盗上这点事我全明白 你这就叫天亮下黑手 是不是 你得相信我呀 你这么的 你个门镜看 我把蜡放到你能看的地方 把我回屋 行不行 啊 那行 那你等会啊 行 你放放吧 这行吗 哎呀这不行不行 太太近了看不着你 这呢 啊太远了太远了 太近了 这 啊这边行 行 我走走走 我回去啊 没事 回去吧回去吧 进去吧 我进来了 怕几年呢 别人逗我玩 你干啥呀 我瞎你逗你玩呢 没事你去吧 你们挺大的老爷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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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下不着了啊 这不有链了 你说我是不是有点 太神经质来的 好像有点误会他了吧 好像有点误会他了吧 小眼睛呢 小眼睛呢 人好像还挺好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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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我给他送来吃的吧 也不知道吃什么吃饭 送来吃的去 哎呀就是一个萝卜他了 我给你吃饭 你吃饭了吗 你吃饭了吗 我吃完了 你吃完了 我吃的饭了 我吃的饭了 你吃饭了 我们现在是六个 十六个呢 净车 那停电就停水的玩 你搁啥炖的饺子 我搁醋炖的 你家醋能煮饺子 你跟楊楊能看待的事 我就跟他醋煮饺子嘛 啥事 哥你把门开了呗 太晚了你什么事吧妹子 那你就开开呗 我一个女的还能把你咋地呀 这里吧黑 就点黑 是你的哥 你这屋怎么这么黑呢 我就喜欢黑 从小就喜欢越黑越好 我早晚送我把我取回来 啥事 太勇敢了 那我知道了 那你就一根辣 你就给我送过去了 小事咱俩是邻居 你就别说是邻居 就不是邻居我也得帮忙啊 哥你心太好了 那个什么我也没有啥 就这一个萝卜了 这无怪怪黑的要你上我家吃的 我家能有什么东西 不好不去 哎呀走吧没事 别别别 哎呀怕啥的 哎呀来吧 这帮我最老爷们你别提 对对对对 哥你看 这家 气氛还挺好啊 这这得放入面 烛光晚餐 再配俩猪爪子正好啊 你咋知道我爱吃猪肉啊 真有 不好意思啊 第一回见面就上你家来吃 哎呀 这不是挺突然 这不是停电了吗 是啊 那来电呢 来电你就回你家呗 你一个大老爷们上我家啊 来电了我得回去了 哎停停坐 坐坐坐坐 这咋今天我还不信这顿饭我还吃不好过来呢 坐坐坐 坐坐坐 坐坐坐坐 坐坐坐坐 哥 哎呀这得 这得拿着 也特意抱左了 哥 哥 你说我刚才实在是不好意思 还总顾客你 是 其实邻里之间 不就应该互相信任吗 是吧 对 哥 今年为了咱俩那么多误会 突然间的相识 咱俩干杯 干杯 干 活熟鸡的 活熟龙的 咱俩是绝配 绝配 谢谢 现场所有的好朋友 感觉杨仔和他的爱人 演得好不好 好 我觉得这个 打泰森那块挺有意思的 就是一开始 一开始一看这么一个女孩 其实她这么讲 是非常的想象强壮的 其实她特别的胆小 后来邻里之间 又这么亲近互相帮忙 能在一块 我觉得挺温馨的一个故事 我现在首先得说 春阳非常好 因为她这种幽默 我们看着像冷幽默 其实很难把握 因为今天几乎所有的包 我都需要她翻一下 小沈阳是抖开 然后由春阳来翻 所以她这种演技 在我看来 她比以前的水平 又提升了一块 小沈阳老师对这个作品 有什么评价 因为他们从跟我上完春晚之后 一直就没有再演小品 就是在小品的作品当中出现很少 因为说实话呢 我从心里头感觉到你们俩 就是要比想象的好 看起来就是你们认真准备了 而且这个故事 这个情节 邻里之间相互存在的那种 不信任 包括整个上场的那种 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很惊奇的 后来泼溜酸 那个吹完牛了泼溜酸 那都挺好 但是主角的那这儿 她说没电加啥煮的 你可以就说我用溜酸煮的 那她这个要比你这个醋还要好 因为她的都是衔接的 这个作品还很好 就是有进步 你们俩还挺认真 好了 谢谢 这位本山老师的意思是 作品也不错 演的也不错 那最后我们听一下香姐 好不好 好了 我是观察员 那其实我觉得 因为他们俩是两个夫妻嘛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中 一定是很默契的 所以我相信如果 再给你量身打造一个更好的作品的话 我相信那个 效果是天下无敌的 加油 谢谢 谢谢香姐 也谢谢沈阳和春阳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 谢谢 谢谢 好